欧洲佛光云讲坛持续在线上带领着佛光人修持 日前是再度邀请到资深的羽谈人 以中文的方式来分享西门大师著作篇章读后的体悟 见学佛对生命的体证 也勉励大众广行善念迈向成佛之道 阅读了大师的这篇文章 我看见了学佛以前以及学佛以后的自己 学佛过后 透过共修聆听法师们的开示 阅读星云大师的书籍 在不断地自我关照反思转念中 我领悟到了要与不要皆可以很洒脱 谴谈自己学佛前后的心灵变化 欧洲佛光山云讲坛 日前迎来中文组第八场分享会 邀请三位资深羽谈人 透过星云大师文章典故 分享羞耻感悟以及佛法对生命的影响 给人信心的因缘 那结果才能够培植众生对佛教的信心 而给人希望的因缘 才能够为佛教散播希望的种子 而给人欢喜的因缘 结果才能够获得别人乐于与我们共事 欢迎分享人间佛教三考四给 勉励大众以善念行事自立立人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理事苏培芳 分会督导黄素玄 以及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理事李玉凤 引用经典章节细说星云大师红发理念 带领欧洲佛光人收获满满发喜与感动 继续在成佛道上勇往直前 人间卫视综合报导 最好的方法